最近有个朋友向笔者反馈了这样一个烦恼,买了一台新的台式机,手里又有一台笔记本,有时候某些笔记本电脑里面的东西想要用台式机的大屏幕看,但手里面又没有视频线来,要怎么办? 其实使用WIN10的无线投屏,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。 对于WIN10的无线投屏功能,很多朋友实际上体验的并不够深入。 我们知道WIN10可以将电脑中的内容投屏到其他设备,例如投屏到电视上,这是通过MirrorCast来实现的。 但很少有人知道,WIN10电脑自身也可以作为被投屏的那一方。 例如上面的情况,就可以将笔记本的画面投屏到台式机的屏幕中,完全不需要线揽。 那么要怎么做?一起来看看吧。 我们知道WIN10可以无线投屏到电视等设备上,但你可知其他设备也可以投屏到WIN10电脑。 首先,我们需要开启WIN10的系统设置,在应用当中,找到应用和功能,接着点击其中的可选功能。 找到可选功能接着,点击添加功能,找到无线显示器的功能并添加。 安装无线显示器确保投屏的设备们都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中,例如相同的WiFi热点,就可以进行投屏操作了。 这里以安卓机和Win10电脑为例,尝试将安卓机的画面投屏到Win10电脑当中。 开启Win10电脑的系统设置,进入到系统中的投影到此电脑,点击启动连接应用以投影到此电脑。 Win10电脑端此时已经做好了接收投屏的准备。 点击启动连接应用以投影到此电脑出现这个界面时,表示做好了无线投屏的准备进入到安卓机的设置彩单,即可在蓝牙和设备连接中找到投射屏幕,随即手机会自动寻找到相关的可投屏的设备,选择对应的Win10电脑即可。 如此一来,Win10就成功成为了投屏的对象了。 手机的图像在Win10的大屏幕中获得了更大的显示面积,感官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 手机轻松投屏到电脑笔者简单测试了一下延迟,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 设备投屏到Win10的画质相当不错,没有掉针卡顿等情况,而且延迟也相对稳定, 无论是看视频还是打游戏,都更加爽快。 延迟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,只要你的设备支持投屏,无论是安卓机还是Win10电脑,都可以将图像投射到另一台Win10电脑当中,这个方便的功能显有人质。 如果你有类似需求,不妨尝试一下。